哈囉 觀眾朋友你們好 我是艾倫 今天做這支影片的目的呢 其實就是很簡單 就是非常感謝我的觀眾朋友們 你們一直以來的支持 謝謝你們的支持才讓我今天的頻道 稍微了有一點點的規模 所以非常感謝你 那我這頻道 必須要從兩年前開始吧 兩年前開始玩一些遊戲 像魔物理人 然後開始放了一點點比較簡單的 遊戲的短片 那當初也是做好玩的 就是比較前面的部分 直到去年開始做 那個Uber Driver的系列 其實我當初會想要做這個主題 就是剛好我在開車 然後 我人生剛好碰到了一件 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我的 我的電收掉了 然後 我 並不知道我接下來要做什麼 然後剛好碰到了 這個職業 所以我的人生開始有了一點點的起色 它讓我 重新找回了歸屬感吧 就是在這個社會上的歸屬感 那我就不斷的去往前 不斷去 去繼續去努力 那我希望 為什麼會想要做這樣的頻道的內容 就是希望說 未來的日子裡 如果有些人跟我一樣 就是 人生找不到方向 那 也想要繼續努力下去 然後 藉由這個東西 Maybe 你可以 因為我這個人 我這個人人生還蠻特別的 我是單親 家庭長大 然後我從小是沒有爸爸的情況下長大的 那 也是因為這樣的關係 我會比一般的小朋友早熟一點 也比較早 早踏入社會 那很特別的地方就是 因為沒有 沒有一個人帶領我 說到底人生該怎麼做 所以一路上都像是無頭蒼蠅 無頭蒼蠅這樣子 跌跌撞撞的 跌撞撞撞的 那一直找不到自己的目標 然後不斷去失敗 也不斷去做嘗試 但其實講真的 這也沒什麼不好 只是比別人多撞了一下而已 那也 也不見得會比別人差 我希望我的頻道 是對於未來的年輕人有幫助的 所以我未來在做影片的過程中 我就會希望說我可以藉由這個頻道 可以做一些更幫助 未來年輕人的影片 這是我的 當初的宗旨吧 我 最想要做的 內容 其實跟我現在做的東西有點距離 我是想要做 各行各業職業的訪問 訪談 然後可以了解到說 比方說像是保險業的超級經濟 然後或是國外的一些 還不錯的職業的工作的人 那我可以跟他做一個訪問 然後告訴我們現在年輕人 到底要怎麼樣做才可以成功 我覺得這個是 非常重要 藉由這個東西 你的人生不會再走人那麼多的錯的路 不要像我一樣就是很容易走錯路 但我希望我可以借 我可以對這個社會 有一點點的貢獻 這是我想要做的主題 但是我想要做這個主題 他一定 勢必會需要說更大的點閱數 然後再需要更大的更好的設備 去支持我去拍這樣的東西 那我頻道到現在來講 已經快要一千訂閱而已 你們看不出來 其實我的點閱其實都還不錯 其實有有破萬 然後有破千的很多 但是訂閱數可能也還不夠 但我現階段就是希望說 我的頻道越做越好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越來越品質 越好的影片 大概是這樣子 那 憑良心講啦 這支頻道它並沒有讓我賺到錢 因為我花了很多的錢 跟心思 不斷地去燒錢 去做這麼多的內容出來 因為很多人都不知道說 其實做十分鐘的影片 我可能要花 超過一百個小時以上的時間 去做這一支影片 包括剪輯 包括編劇 包括 包括做後製的動作 所以 拍片的成本其實是非常高的 那漸漸的 我想投放 那我也非常感謝 就是各位 就是你們一直以來的支持 所以才讓 今天的小小的 我有一點點的成就 但在未來的日子裡 我如果說我的頻道還不錯 可以慢慢做起來 那 那 maybe 我就有足夠的能力 可以去 去怎麼講 養這個頻道吧 讓它慢慢的成長茁壯 那我也希望說 未來如果說 有哪個觀眾朋友 或是說 我的 我的 我的觀眾說 覺得我想要做的 就是我未來想要做採訪的這個 主題也還不錯的 希望我們可以 有遇到說 有真心想要跟我合作的人 maybe我們可以合作去做 更棒的影片 因為這是我的夢想 我希望我 能夠成為一個 給予我們下一代 更好東西的人 大概就這樣子 嗯 還有什麼要跟你們說的嗎 這是我的夢想啦 還有我想要做的主題 啊 對 再來就是我未來啊 我未來的日子當中 我希望說 因為我在Uber的教學 其實已經到一個段落了 我未來想要做的主題就是 有點像是 跟車上的乘客互動啊 然後 可以聊一些心事啊 然後可以開著車 然後邊唱歌 之類的 我想要做 欸 maybe就是比較多互動性的主題 那 也會把影片拍得越來越有趣一點 因為你們有沒有發現 我最近影片其實做的也都還不錯 慢慢有一點點水準出來 我自己講 呵呵 對 然後元素也放了越來越多 就是讓我的 單支影片 不要談話性 變那麼的無聊 會做的越來越有趣一點 那也請你們期待 那也謝謝你們一直以來的支持 就是各位 Guanjubu 各位 艾倫寶們 謝謝你們的支持 那我會再繼續加油 那也請你們 不要吝嗇的幫我點讚 分享跟 訂閱 OK 不管是我的頻道 不管是我的Facebook 跟IG 我都希望說 可以慢慢的把它經營起來 謝謝你們一直以來的支持 那我們就下一支影片見囉 掰